蘇格蘭和香港聽到大腦都邪不邁 但來到愛丁佛有一甲王家遊輪 和香港的歷史非常有淵源 大家下次來探親旅行時 千萬不要錯過了 歡迎來到Royal Yacht Britannia 她在16月1953年 她經營了皇家和英國國家 44年 她在11月1997年 在30月19日 Royal Yacht Britannia 加入香港的歷史 我們的皇帝是 王子Charles 他跟Chris Patton相遇 一起去英國香港的歷史 這艘船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所以船上都分了很多不同的設施 讓我帶大家一起去規探當年皇家成員的生活 船上每個設施都有語音導航介紹 有多個國家的語言選擇 最驚喜的是竟然有得選廣東話 女皇決定使用以前皇家遊廳上 為威多零雅女皇 我室求買的床單 首先帶大家參觀一下 英女皇的臥室 床單和牆上的 瘦花絲綢面板 都是特別訂製 舒適之餘不失氣派 而對面這間房 亦是全船唯一擁有雙人床的房間 是查理斯和戴安娜皇妃到墨月時特意添置 各位現在身處的地方 就是全船最大的房間 當年被皇家成員舉行覺宴 宴客時使用 以前休吉爾 克林頓等人物都曾經在這裡吃飯 船上除了皇家使用的區域之外 亦劃分了軍官階級使用的地方 另外 布列甸尼亞號船上設有醫務室和手術室 由醫療部門的首席醫療關注船 專門負責照顧軍官和船員 不過女皇平時在船上 就會交給皇家的外科醫生照顧 如果你是皇家粉絲 參觀完之後不要這麼快走 記得去船上的餐廳 喝杯茶 食鹽英式鬆餅 感受一下船上典亞的氣氛 最後這裡當然亦有紀念品店 買來做手信別具意義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